国会针对反跳槽法令的讨论将持续将近一年 各大政党代表早前在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完成讨论后暂定 最新版本的法案将会在7月18号提交国会 政府预计在月底提成法案二读 负责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杜斯里旺朱乃迪相信 如果进展顺利 反跳槽法令最快会在9月就可以正式生效了 他们将会在8月18号提供 旺主乃迪星期六回到选区 山都旺出席哈之节活动时透露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的成员 都具有法律背景 以众议员的职业经验 结合起来就超过200年 因此大霍尔基斯广义协商的决定 值得信赖 对于朝野政党是否已经取得共识 全力支持法案通关 望朱内丁没有正面回答 只表示这个部分归首相 纳杜斯里·伊斯麦·沙比里主导 不过如果能在7月25号提成二读 预计8月中旬就可以提成到上议院 并寻求元首预准通过 顺利的话最快9月底就可以生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